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叶新荣被恋爱七年的男友抛弃,忽然从代嫁女变成了圣女,嫁人无望却误打误撞认识了老板的司机谷虚人。 她根本不知道谷虚人竟然是如假包换的香港老板,因为树敌太多不得已和司机官人交换身份,退去了阔少爷的光环,一直得不到真爱的谷虚人在荣荣身上找到了感觉。 也因为互换身份官人认识了荣荣的闺蜜Nikki,一见清新,Nikki却担心上司办公室性骚扰,处处防备闹出不少笑话。 而谷虚人和荣荣在帮助官人追求Nikki的过程中渐渐坠入爱河,谷虚人破格提拔荣荣去香港做高层。 荣荣经历了一次梦幻般的旅程,四人飞机名车名表名牌服装首饰,上流社会的交际所有的一切都让荣荣感到不真实。 当谷虚人鼓起勇气,向荣荣亮出真正身份并深情表白时,却让荣荣感到她句句假话拒绝了她,但是此时决定洗心革面的谷虚人,却再也不愿意放手。 虽然荣荣已经不在身边,她却依然遵守着荣荣和她的爱情约定。 好了,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暂告一个段落,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,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,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,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下一个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